中文字幕提供 李宗盛 昨晚8點16分 警方接獲保安報案 只在天候廟道26號 飛龍台停車場外 發現一隻受傷野豬 警員封鎖現場 並通知漁護署人員到場協助 到晚上約11點 三名附警接報到場 接替先前封鎖現場的警員 而警員和漁護署人員包圍野豬期間 野豬而因為受驚亂喘 以致追撞到其中一名警員 該警員被撞跌倒地 右邊小腿及臀部被咬傷 野豬咬傷警員後逃走 意外由停車場一樓 跳落約10米至行人路時受傷 漁護署獸醫道場 發射麻醉槍、捕獲野豬 其後證實其傷重死亡 受傷警員低屬北角分區巡邏小隊 圖片中可見 警員被野豬咬傷的小腿傷勢頗嚴重 傷口有約6至10厘米深 大量出血 同時背部及臀部也有瘀傷 救護員為其包殺後 將他送往瑪麗醫院治理 警員現時情況穩定 今日仍然在醫院留醫 但有關他太陽 反映結束 在醫院中 會痛苦 紙趾